昨天是大陸军演第一天 朝台湾周围海域发射了多枚的飞弹 对此美国国安会战略沟通 协调官科比出面谴责北京的举动 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们一起来听 请客来自行为 声援船轮船金举行为 中共官方的船船轮船 修船轮船轮船押 住在大陸地上 和國際法律 我們將會再進行更多的步驟 去示範我們的保障的領域 包括日本